就光靠刘晓宇在串联 关键出来机会还不计 是 好球 最该进了吧 重该进了 那么打才对嘛 是啊 刘晓宇很明显进攻努力在找和5号位的 严肤的配合 下面场在浙江队这边呢 还是先用张大宇 用好球李沐豪 还是打内线 防守直线的调整 就面对这种防守你缺个谁呢 追猛哥李沐 是 其实说刘泽一是能做这个工作的 对 但是刘泽一今天呢 可能刘伟也知道考虑的是内线防守吃亏 又丢 又丢一个 打太急啊 等会 赵小川 给李沐豪跟进 成功了 对吧 还是糟急啊 这张队打得太急了 来 有球测跟过去了 有球浩 这球方硕 传过来了 真是打得有耐心 好机会 好机会 无前 还是不进 这机会真的是很好的机会 机会非常好 刘小宇 给了 团了 二豪 好球 这个感觉上刚刚这个分数要接近 这还是1-3-1 这1-3-1 这1-3-1 我觉得比英队很适应 刚才换过一个回合的 对对对 秋天呢 秋天 对 对 你看双卡又有球 你看你现在关键是在于他不进 进锋而满还有 张大宇上 不行不行 今天泽江队的禁区被打爆了 泽江队的禁区被打爆了 泽江队在CBA他的内线 即使上个赛期他没有于家豪 他其实内线能打的人挺多的 今天阿豪自己的竞技状态应该说也不错 一开始并不好 但是后面真的调整过了 硬调整过了 靠着队友的信任也算是把这个饼啊喂出来 你看这种球你要让他开场的时候 他不一定能打进呢 打出信心来了 打出信心了